這一堂課我們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在AE裡面 如果你想要做這個剪接影片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用這個叫定格動畫 的一個特效來跟大家做說明 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先看到其實定格動畫 還蠻多的 最近因為流行這個 有看過 一個影片叫做 鬼滅之刃版 沒有 今天不是很紅嗎 這個也是定格動畫 因為在這邊這個是別人做的 那你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 這個是他的幕後花絮 這種的很 很常見就是他們就是這樣一格一格 慢慢拍 像這種的我前面稍微給你看一下就好 你可以看到 他像這樣子 因為像他這個是有真實的 又有虛擬的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拍這個 沒辦法 沒有真實的那個玩偶 那這個時候他就需要 像你剛剛所看到這個後製 他就這樣一格一格 只要把燈光 設定好 有沒有這樣 動一下拍格 動一下拍格 這種叫做逐格動畫 這個是最辛苦的 可是呢 那也有些人蠻喜歡這樣 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個卡通 好像叫做 那個什麼羊 有一個 國外的卡通 叫做 那個綿羊的那個 他就是用這樣一格一格做的 另外呢 像這個Stammer南方小牧場 還有像這個 顯微鏡的動畫 這些都是類似的 像這個是顯微鏡的動畫 你看 他們的拍攝器材就是用顯微鏡喔 所以呢這個 點下去 連結在哪裡 我看一下 他有拍攝過程 我沒有把他 這個應該有 這個上面 這個是 他的 墨歐花絮 好這個是最後啦 你看 你還有一團亂 然後還要編織起來 這個就很難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逐格動畫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 範例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 這個是不用那麼辛苦啦 但是呢 你一樣可以把 畫面定格 定格起來 因為 這種的 像你要拍一些動物的啊 他們很多都是用定格的 像這個 同時要兩個人出現 也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 像這個 一次出現那麼多人的 你要完成 像這種 定格的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 就把時間冷凍起來 好 到這邊 這裡 對不對 他就像這樣子 走過去 再看一下 那你知道這個在現實裡面絕對不可能這樣 他一定是分開來拍的 那我們的範例呢 就在這裡 在這邊 一樣有一個學習重點 那也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範例影片 你可以先看一下 好你看 他走出來 有沒有 事實上這是同一段影片 只是把後面的 撿到前面來 把後面的撿到前面來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 範例裡面 各位就可以學到一些 有關於 影片剪接 在AE裡面要怎麼做的技巧 那剛剛呢 有請大家 在這個網址 先下載老師的檔案 所以你 因為今天網路比較慢一點 你下載好的時候 按右鍵 解壓做致死 就會找到 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先把 完成的範例檔 先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完整的 原本的影片 其實並不是這樣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 像這樣子 拉過去拉過去 有沒有這裡拍一段 另外人 走出來再拍一段 那怎麼樣把這兩段結合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重點 好不好 請大家先把檔案下載網打開囉